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7月10号 星期三的一个盘中减盘节目 我是陈卫博 今天的台北股市跟昨天不一样 今天是呈现一个开高 目前为止的话上涨58点 上涨58点 成交量的部分 并没有到1000亿 是971亿 目前为止的这个成交量 是稍微比昨天大一点 昨天的部分大概是936 前天是955 今天目前预估的话 大概在972 就是差不多了 小幅增加一点点 市场上的投资人的情绪 其实在昨天跟今天 那又是很两极化的一个表现 昨天 昨天跌多少 昨天好像也是跌40几点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 对 昨天也是跌48点 我这边看到的数字跌48点 那今天目前涨56点 那心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昨天其实是很悲观的 包括我有时候上网 或者是跟一些投资朋友讨论 好多人昨天觉得 这个盘好像似乎是糟糕了 完蛋了 而且利空消息很多 那今天的感觉好像又充满信心了 整个行情又涨上来了 我也不要跟各位讲 目前我给各位的一个方向 叫做持平 什么叫做持平 持平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介入一个区间里面 做震荡整理 那这个区间震荡整理 会出现哪一个方向 并不晓得 那如果要严格来讲 包括到昨天为止 或者是今天 其实我们的看法是持平 稍微偏多一点点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讲 因为如果是偏空的 我直接给各位向下就好了 我干嘛给各位持平两个字 所谓的持平就是说 目前现阶段的指数 它陷入了区间的一个 震荡的结构里面 现阶段因为没有量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它要涨到哪边去 不容易 因为上面有压力 但是下面也有支撑 所以在心情上 你要不要看到跌的时候 像昨天 你看到跌的时候就 哇 这个盘是糟糕了 对不对 赶快卖股票 然后今天看到涨 哇 赶快又再追股票 不必要 不必要 你要有自己的操作逻辑 今天台股目前是上涨 对不对 现在涨58点 各位 我站在卖股票的角度 我站在 我先讲 我站在卖股票的角度 为什么 这一波我们从5月底 我们是不是操作了三档股票 就是普通会员三档股票 然后特别会员部分也是三档股票 目前特别会员的话 手上剩一档股票 等一下我们都会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好想先讲短线的走势 这是昨天我们给各位的30分K线 这是昨天的30分K线 好那时候我们讲说 这个是5月底的时候 从10227涨上来的30分线 沿着这个上升轨道进行 那后来呢 后来是不是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下降轨道 这是短线 短线的下降轨道 那如果要稍微有转强的话 至少要做突破 那今天有没有做突破 有哦 今天是有做突破的 今天有做突破 好那今天做突破了之后 是不是代表这个行情 就要开始做发动了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一条上面的那个 就是这条趋势线 跌破了之后 反弹反抽上来 它会变成一个压力 那这个地方越过去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支撑 所以指数它容易在这边 在这一个区间里面做震荡 那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至少今天走势来讲 我们从今天K线 因为还没有收盘 还不晓得今天K线的走势 我们先从今天的两日K线来看好了 虽然今天成交量没有放大 但是两日K线的部分 它的确是有出现两日K线翻多讯号 也就是从短线来讲 其实是稍微比较好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 目前的一个架构 算是持平稍微偏多一点点 但是我并没有给各位改成向上的原因 是因为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区间 现在是这样的区间 今天是一个上涨 那昨天我有跟各位讲 跌下来各位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还没有真正转空 还没有真正转空 我们昨天就跟各位讲了 这边刚好是下面有一个缺口的支撑 那上方也有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 微博就有用这张图给各位看 我说整个指数 它会介于这个区间里面做震荡 那这个区间大概是多少 我们这边可以拉近一点看 大概就是 我这边画过来 大概就是在10650 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10800到10850 这个地方附近区间 也就是这个区间的幅度 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200点 我们这边就有跟各位讲 好 那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1400亿的 一个左缺右口的 一个导状反转的形态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盘式 在目前盘整的过程当中 要再度转强 它必须越过去 越过去 我这边把它简化成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接下来走势 它必须越过去 那就有机会再度转强 但是如果 接下来走势 是震荡过程当中 跌破了 跌破了 那各位就转空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 透游现阶段的状况 来跟各位做提醒 各位不要陷入指数的迷思 什么叫指数迷思 我看到了大盘涨 我赶快追股票 那昨天我看到了大盘跌 我赶快去杀股票 不是 昨天我们反而没卖股票 今天我反而在卖股票 所以操作上的一个逻辑 应该要有一定的一个策略 为什么会站在 卖股票的一个角度 因为很简单 我们的股票出现了卖出讯号 就是这样子而已 微博带会员做股票的话 我们大概有几个逻辑 第一个是基本面选股 第二个是技术面 买进 卖出 不追高 再来是买进设停损 赚钱设停利 所以我现在是设停利 会员持股一定保证三档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跟上我们 这一波五月底以来的 这一波上涨的动作 你要跟好我下一波的动作 因为我现在已经把股票出掉了 我只保留 像特别会只保留一档股票 我给各位看好了 3035致远 目前位置还保留 原本在这一天 我们考虑说要不要卖 后来我再看一天 昨天又再上来了 这一档是目前还持有 还持有的 但是我们那个6230的操纵 今天操纵也涨满多了 涨了9块半 但是我们已经卖掉了 我们是卖在170 已经卖掉了卖在170 好 我们先来交代一下 如果你来参加我会员的过程当中 我要如何带你操作 怎么样帮你创造获利 怎么样帮你控制风险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一般来讲 我股票的操作里面 刚才有讲过一个原则 死股一定保证三档 为什么 因为三档股票 才能够真正的 就是让你赚到钱 这个才有办法真正赚到钱 我们从5月初 这一波微博是从5月初 抱歉 5月底 讲错了 5月底 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个地方 开始做多 从这边开始做多 好 那我做多的话 我们讲过三档股票 那你看我是怎么买 我举例给各位看 这是我们当时候买的第一档股票 5月27号买进的8028的深洋办 好 8028深洋办 5月27号 那这档股票我们有参与它的除息 这边有一个除息 这边有一个除息 那这个除息是多少 除息是1块6 1块6 所以你把它加回去的话 现在应该是在50几块 好 我们是在5月27号 这一天 这一天 好 买进的 那你看 讯息内容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买进了之后 三分之一的资金 然后买进之后一定设一个停损 一定设一个停损 也就是说如果我做错的话 那我们就停损嘛 对不对 好 三分之一资金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 我每次买股票的过程当中 都是买三分之一资金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我只买三档股票 就是一个会员的等级 我只买三分之一 比如说A股票买三分之一资金 B股票买三分之一资金 然后C股票买三分之一 这样子就买满了 你就没有资金再买了 好 懂我意思吗 我们绝对不会说 叫你买了很多股票 然后只是为了做节目上的绩效 好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档买的股票 叫森阳半 好 第二个 就叫3038的全台 5月29号 3038全台 5月29号 这一天 就买进了 好 所以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那个 森阳半 森阳半买在5月27 好 这是他后来的走势 然后3038的全台 后来的走势 好 一樣 各位 你仔细看这个讯息的重点 同一个会员等级 同一总会员等级 所以买进三分之一 再买进三分之一 这样已经多少了 三分之二了嘛 就是你的资金已经买进三分之二了 好 这是第二档股票 第三档 823是辛亥 6月10号 6月10号在这一天 这一天 好 一樣 买进了后来的走势 买进去之后来的走势 好 买进也是直接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好 一样 三分之一资金 来 各位 这样子就买满了 也就是我们当时候从5月底 5月底 然后到6月10号 都买三分之一资金 所以就买满了 因为这样的买法 才能够真正持股保证三档 各位同学你知道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的做法一定是买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买的时候我强调一点 就是叫做不追高 好 买进的股票一定都是属于七涨 好 比如说 你看一下这个深阳办的走势 深阳办是5月27号 5月27号买进的点位是在这一天 它刚好是形态上做突破 所以买进的点位都是属于七涨 这样各位知道吗 好 那这就是我们要带会员操作的方法 不管行情的一个走势的研判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档股票出现了买进的机会 我就会去做买进的动作 那反过来讲 假设有出现放空的机会 我也会去做放空 因为我现在决定打算就是都操作 并不是说我们只做多而已 我们基本上是以获利为目的 那今天我把股票卖掉了 为什么要把股票卖掉 这是8234的辛亥 辛亥28.6 早盘的时候卖掉的 现在刚好28.6 所以一定卖得掉 所以一定卖得掉 好 再来第二个 3038的全台 3038的全台 好 全台现在是跌3.5 我们之前全台是买在这边嘛 全台买在这边嘛 对不对 好 那今天我们都把它出掉 出多少 早上的时候出17.9 这个都有 现在17.85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都卖得掉 也就是我们买股票一定要买得到 卖得掉 然后都要获利赚钱 买进的资金都要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这样子你赚钱才会是比较大 才不会说都只是买个一张两张而已 那个赚到钱没有意思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那为什么我要把股票出掉 因为我要换股 我现在要转向新的操作 转向什么新的操作 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休息 这一档股票 它是一个空头走势 已经反弹了 反弹了之后 竟然跌破了这个短期的上升趋势线 跌破了 我查过它基本面又很差 又很差 所以这两个股票我们选择做放空 30几块的股票 所以你有沒有发现 我们所做的股票的操作 不管是要做多以及做放空也好 我都选择什么 选择 比如说我要做放空 就是起跌 如果我要买进股票 就是起涨 就是这样的逻辑 因为这样的方式 你才能够真正的安全操作 所以很多人在在意说 今天的台股 现在又涨64点 应该怎么样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目前台股 我认为它是进入了 这样的一个区间裡面 也就是说现阶段跌了 你不用太担心在意 但是涨了 目前你也不要太开心 这个盘式它是属于一个震荡的架构 如果真正又开始要发动了 那我就会给各位再改成向上 那如果转弱了 真的转空了 我就会给各位改成向下 提供给各位 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操作方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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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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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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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定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Babby 你要乖乖哦 今天陪妈妈一起去打流感疫苗 你知道吗 为了帮你能够静静静静静静的长大 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 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 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盘势 现在上涨62点 成交量的话 再稍微再增加一些 现在是997亿 所以以今天的走势来讲的话 算是走得还蛮不错的 但是目前为止 我认为现阶段的一个架构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现在就等待了 就等待 这边到底未来会做突破 还是做跌破 那现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并没有说 完全的看坏这个行情 因为如果完全看坏这个行情的话 测标我就会给各位改成向下的 那之所以还没有改成向下的原因是因为 目前现阶段 其实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去撑住这个股市 还是有撑住 就算是昨天也是一样 所以指数部分 我觉得倒不用太去在意 我认为反而是现阶段的各股部分 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那有的股票它会开始下跌 那有的股票它会开始上涨 所以股票的差异的程度 反而是比较大 那各位投资朋友 在现阶段的操作 你不要看到了涨就去追 你要发现 比如说我要买股票好了 你要去注意 它是不是属于起涨 如果它不是起涨 它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那你就要考虑 你假设去追它的风险性有没有 这个是要去考虑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盘式 我认为现阶段是一个持平的状况 那如果说你发现的股票 它是起涨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你就可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一定要去计算 你所买的股票的风险性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买股票 他没有去想说 如果我做错了 我的一个亏损的一个程度会有多大 这个是很重要的 像微博在带会员 假设我找到一档股票 我通知我的会员做买进的时候 我第一个去计算的就是 如果我错了 那它所产生的损失 我的客户所必须承受的风险有多少 那能不能接受 它的一个范围会不会很大 如果不会我就操作 所以你会发现我所买的股票 刚才上半段给各位看过了 我买的股票 每一档买的都买起涨 不是起涨我就不买了 不是起涨你就增加了会员的风险 我考量的是会员的风险 这是讲做多的 那既然这个盘式是属于个股表现 那会不会有股票跌 也会喔 好 会有股票跌的状况下 那可不可以放空 当然就可以放空 就比如说 刚才我们有给各位看过 这一档股票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带会员操作的 它是一个基本面很差 然后是空方形态 然后最近的走势它又结束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放空的动作 但是放空有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 因为其实现在的六七月份 是除权除息的旺季 那各位要去考量 你去做放空的动作的时候 它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强制回补的时间 什么时候做回补 还有你去空的那一档股票 它有没有卷 有没有融卷 可以让你做放空的动作 所以放空的难度 放空的限制 会比做多还麻烦 这个都是各位要去考量的 所以像我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这一档股票 它就是可以放空的 然后它也没有回补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这一家公司它没有赚钱 再来的话是它的融券的比例很高 因为一路下来有很多人去买融资套牢 所以我们就去选择这一档做放空 就是这样 那你会 你看清楚我们放空的一个做法 我也是空起跌 我也不去空 假设你跌很深在这边空 那就被嘎上去了 那空的话就是空起跌 什么叫起跌 比如说我这边画一条线过来 你这边把它画一条线过来是不是 这边是不是也是起跌 所以空这个起跌你可以赚到这样的钱 空这个起跌也可以赚到这样的钱 反过来讲做多也是一样 做多也是一样的方法 比如说 我举个例好了 我们 好我随便讲一档 这是我们之前在五月底做的股票 叫深阳办 那深阳办当时候为什么也是会去买进 它就是属于起涨 怎么样的起涨呢 我找一下我们的图形给各位看一下 好这一张我有找出来 好你看它的一个架构 我们是在五月二十七号 这是五月二十七 没错吧 这是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买进的时候它刚好也是一个下跌的形态 做了突破 那整个深阳办它是上涨的形态 好如果你不晓得我把它这地方 缩小给各位看 各位就清楚了 我们是买在五月二十七这一天 那当时候它是属于这样的架构 这样的架构 也就是它这个地方连接上来是一个 就是支撑的位置顶位 然后这边的话它刚好做突破 刚好做突破 所以我们在这边去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它也是属于起涨 各位投资朋友你了解这样的意思吗 因为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真正的获利 你包括像我举例好了 像我们代会员买的这个叫做 这是特别会员的股票 叫做3035的资源 资源5月29号做买进的 那5月29号的资源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 当时候的资源也是做突破 然后就会做买进 好3035资源 5月29 也是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买的股票 都是买起涨的 出现买讯就是做买进的动作 这是叫技术分析的一个买点 因为我认为股票最重要三件事情 第一个叫选股 第二个叫买点 第三个叫卖点 但是你在考量买点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选择起涨 原因是风险 如果你股市里面 你没有把风险摆在第一位 我认为你的操作 其实长期来讲 你不可能是赢家的 真正的赢家他是怎么样 他是每一次的操作过程当中 都去考量风险 假设我买进的时间点位 买进多少资金 我一定要设停损的位置 如果买进了 跟我所想的不一样 我就把它做停损的动作 懂我意思吗 真正的一个操作 就是属于这样子买起涨的 那买进股票的目的是为什么 为了赚钱 涨上去之后 当然就要做卖出了 因为目前为止的资源 它还没有出现卖出讯号 所以我们就没有卖掉 但是有出现卖出讯号的 比如说这是操纵 我们在7月3号的时候 微博就把操纵卖掉了 今天操纵也大涨 但是操纵大涨就不供我的事了 很多人可能就去追了 但是对我而言 我们的一个股票的话 把它做卖出的动作 是获利的 因为当时候我们的操纵是买在多少 买在159块 买在159块 这样的话获利就是三分之一的资金 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才能够真正的赚钱 所以我们现在 微博手上已经把股票出掉了 我现在控出来的 向会员控出来资金 我已经准备要新的进场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我今天没有跟上我的动作 当然微博欢迎各位利用这一次 刚好我们空手的机会 我现在在找 有没有起涨的股票 或者甚至有没有企业的股票 来带各位来做操作 因为现在刚好我们都保持一个空手 现在有资金的一个状况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刚好各位可以利用这一次的一个 时间点位 来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一个盘中的一个几盘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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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明天早上九点开始 定型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订阅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订阅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